为了感谢门路医院医护人员在防疫期间补卫辛劳 站在第一线守护民众健康 花莲高工的同学们自主性发起了 防疫阵线感谢有你的活动 除了邀请全校同学绘制感谢卡片 也利用社团时间制制饼干 还有茶树精油干洗手液 希望能够为医护人员说声加油与感谢 花莲高工辅导师学生志工 为了感谢防疫期间辛苦的医护人员 自主发起防疫阵线感谢有你活动 短短几天之内有上百位同学 共同响应亲手绘制感谢卡 花工科同学更是发挥所学 调制出茶树精油干洗手液 同时也在辅导老师杨梦会指导下 制作出100份的手工饼干 借此向医护人员卸上满满的关怀 心情冠状肺炎 让我知道了那些医疗人员的辛苦 我们就利用了社团课的时间做饼干 捐赠给那些在防疫阵线上面工作的人 因为我们的科系本身是工科 所以对是第一次做 所以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完整 但是就想说表达自己的心意 看到孩子发起这样的一种感恩卡片的撰写 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那时候我们学校副导师 还有副导师也很忧心 就帮这些孩子做规划 然后从卡片的撰写准备 以及制制一些小饼干 小饼干 因为他们想说表达一下 对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感谢 所以就做这样的安排 孩子们这种自发性 我真的非常感动 门诺院表示 近期来频频受到各界以行动表达关怀 让每一位医护人员倍感温馨 这次最令人动容的是 看到学生自主发起活动力挺医护 不仅是让医护人员相当感动 更充满了防疫奋战的活力 将会持续守护民众健康 防疫正确 感谢游民 谢谢徐丽琴 华林时报道